两分钟发布会 这里是科技美学 今天苹果召开了2020年最后一场新品发布会 因为有事没开 所以苹果在官网直接上架了头戴式耳机AirPods Max 它拥有高保真音频 自适应均衡器 主动降噪 搭配通透模式空间音频等功能 售价仅去4,399元 一个 这和一台iPhone 11的价格差不多 这个价格还约等于4个AirPods小耳机 这一步顶四步还是很划算的 在设计方面AirPods Max头戴上面是穷网 由紧绷的透气织物构成 官方宣称这样的设计 有助于分散重量 减轻头部的压迫感 这玩意要是脏了怎么洗 框架采用了不锈钢材质 外包裹材质触感柔软 同时兼顾了强度弹性和舒适度 伸缩套杆技能顺畅的延展 也可以稳定的想要的位置 始终紧密贴合 耳罩采用了阳极氧化铝材质 创新构造 使得两侧的耳罩都可以独立的旋转 平衡耳朵承受的压力 耳电外层附有特质的网面之物 可以带来仿佛柔软枕头的感觉 耳电由符合声学的记忆海绵打造而成 确保出色的音质 AirPods Max拥有两枚按键 其中一颗按键的设计和Apple Watch的旋钮类似 可以控制耳机的音量 并且可以控制播放 跳过曲目 接听或者挂顿电话 以及换向Siri 另一颗按键负责噪声控制 轻按噪声控制按钮 就可以切换至通透模式 能够更加清楚的听到外面的声音 AirPods Max每一个耳电都搭载了H1芯片 H1芯片拥有10个音频核心 每秒能够进行90亿次运算 这到底是手机啊 它来计算音频来实现自适应 主动降噪通透模式 空间音频等一系列的体验 还配备了总共多达9个麦克风 其中8个用于主动降噪 另外6个外向式 2个内向式 3个用于语音识取 包括一个专用 2个兼用主动降噪 同时单点设置 无缝接力 音频共享等苹果生态链的体验 和AirPods Pro之前的产品 也是一致的 配色方面有灰色银色绿色蓝色粉色 5个颜色可选 续航方面最长20个小时 虽然表面没有苹果的logo 让人略显遗憾 但是苹果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免费客自服务 大家想要客什么字呢 可以自由发挥打在弹幕上 这款AirPods Max 仅售4,399元的价格 大家觉得香不香呢 是否打算第一时间购买呢 当然你第一时间买 已经不可能了 耳机上架之后瞬间售空 第一批货已经没有了 上架之后两个小时 你再下单的话 显示送货时间是三个月以后 也就是你现在购买 春节之后就能送到了 是明年春节 当然如果你现在购买粉色的话 12月份还是有机会送到的 好了两分钟发布会 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是拿言 我们下个视频体验耳机再见